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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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会找机会替父亲报仇 白柯道 妹妹也不必急于一时 如今你被封为府国将军 又即将封飞 我们先把兵权弄到手里 凤九道 兄长放心 我会小心的 白柯走后 凤九远目苍翠的青山悠悠道 乱世纷争受伤的都是无辜百姓 半年多的时间 凤九走遍了浮云王城 看到鸿门江府外有破败的房屋 有凄苦讨生活的百姓 可空墙里的王军整日饮酒坐乐 听说又封了几位美人 他要改变这一切 要叫这个美丽的浮云国百姓安居乐业 不再流离失所 九成天上的妙华镜前 帝君看住镜中出现的白柯皱起了眉头 手里的糖狐狸竟然有了层白霜 连颂看了心想真是无巧不成书 那白柯居然和枝叶山的苍蝇一个样貌 连颂离开庙华镜到了思命跟前 一脸坏笑道 思命 苍蝇神君可是在凡事历劫呢 思命道 在 这次下去历劫的有他 连颂拍了下思命的肩膀道 思命啊 你也提前给自己写个节吧 又道 写狠点 众人回态成功后 思命抱住白柯的命部 忐忑地看了眼帝君 翻探命部念道 白柯今年二十岁 父亲和妹妹战死后 白柯为了报仇 带回战场上一名受伤的女子 冒充妹妹进宫为妃 白柯爱上了这个女子 可女子进宫后却爱上了王军 白柯想杀王军时 误杀了此女 后虽得了王位 却终身未娶 抑郁身亡 连颂听思命讲完 兵住思命笑道 能从你笔下历劫回来那真是不容易啊 思命也惹道 这历劫都是提前写好的 并不知道谁会去力 抹了把冷汗 须瞟了一眼帝君 帝君脸色冰冷 思命感觉 苍鹤剑马上就要飞出来了 太成功帝君的书房里 檀香鸟鸟 出奇的安静 帝君看住手里的唐狐狸沉思 算来小狐狸已经在凡事大半年了 小白可好 断赏后 连颂打破了沉默对思命道 能不能直接把帝后接回来 寻找记忆 思命道 帝后过了朱仙台 现在是凡身 这个节不在命不之中 天节 还是要在凡事找回他的神识 狱君此时想到了自己和凤九一样的梦境 终于明白那梦境就是他和凤九将要在凡事发生的事情 看了眼哲言和莫冤道 我要去浮云国试个修正术 莫冤道 你是想替代国君 修正术倒不是个正法 可在凡事施术法 你会受凡事之痛 少婉道 凡事几十年不过就是我们几十天 你看住便是 何必施个术法 遭受反噬 小九回来后也会难受 众人不说话 闪闪起身道 我支持父君去 施个术法不过是皮肉伤 有你们这些老神仙可保我父君无恙 但我父君伤心却无人能治 谁能看住自己的夫人嫁给别人 少玩笑道 我倒是忘了小九还要嫁人 那自然是不行的 九成天上不过一盏茶的时间 凡事一天匆匆而过 众人商议好后 帝君拉过滚滚和闪闪道 我先下去 你和妹妹过几天去青秋看看白话和白银 滚滚道 父君放心去 照顾好久久 家里我来管 帝君带上奉酒给做的零食 和这言议众人出了南天门 几个人落到扶云国时 将军府送奉酒入宫的教练已经出发了 少玩打去 帝君道 老家伙你又要做新郎了 帝君道 你要想做新娘 逐仙台见你哟 少玩 要见到小狐狸嘴又堵了 摩原听他们两个人斗嘴 只是笑笑不说话 帝君在王城里施了修正术 几个人进了王宫 王军左目当初听说白老将军女儿貌美 为了牵制老将军才提出纳白银为侧妃 如今他入宫也不过是为了牵制白家 所以还在和一众美人花天酒地 连凤看了眼帝君 施法术把一众人都请了出去 每一会众林就按住帝君的喜好把请殿重新不支过了 折言看了眼帝君道 你失了法术 别再伤情 不然会反噬得厉害 又从衣袖里取出一些要交给众林 折言道 我们会在浮云国有利几日 你这里无事 我们再回去 少玩道 老家伙结婚我们得见下新娘子 喝个喜酒再走吧 折言笑道 小九那丫头现在心里都是仇恨 哪里来得喜酒 走吧 少玩打去帝君道 这听不到自己夫人是个啥滋味呢 帝君抬头看了眼宫殿悠悠道 这个王宫还算结实 我们家小白飞不出去 有时间轻 少玩气道 等小九收拾你吧 三个人离开了 司命很快就把福音国王军的玉玺拿到了手里 帝君看住他手里的玉玺道 先下指册封白骆卿为王贵妃 连宋笑道 这白骆卿还没进宫呢 就被册封为贵妃了 这姑娘好福气 十里长街 树挂红筹 一匹匹白马护送朱凤九的教练 向王宫走去 凤九掀开教练的一角 看住空中的飞云 心里生出了相思 可思的是水 自己却不清楚 他从胸前取出琉璃界 轻轻地亲吻了下 戴在手上 这时 宫里宦官快马过来宣旨 凤九半路上被册封为王贵妃 将年里凤九颠住手里的一把匕首响 就是封个王后 你敢动我 我也会要你的命 白颗策马在凤九的教练旁 每向前走一步都痛苦不堪 平生第一次爱上一个女子 为了报仇 亲手把她送进了王宫 想到暴力好色的王军 富含而栗 挥手示意教练停下 对教子里的凤九道 妹妹 我们不入宫了 长街的侧楼里传出琵琶声 幽艳的曲子轻轻地飘了出来 凤九听了白颗的话陷入沉思 她要进宫的目的不光是为了报仇 她更想夺到兵权 改变这个王国外战内乱的局面 自己或许就是飞蛾不火 可她还是想去试试 凤九先开轿连刚想说话 就见前面一队人马飞奔而来 去马上一位白衣的将军淡淡地看了白颗一眼 手里一柄黑铁上趴里打开 身边的是味道 连大将军奉旨迎贵妃入宫 白颗听了大将军几个字 下马行礼 那人浅浅一笑道 白将军留不请回 白颗到了将年前 深深地看了眼凤九道 妹妹保重 凤九点头和白颗告别 凤九忘记放下自己的盖头 看了眼马上的将军 那将军飞升下马走到镜前 对住他笑了吓道 连送给贵妃请安 凤九点了吓头 放下叫脸 心想这个将军倒是长得英俊 可惜了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